我先简单的回顾一下表单 表单 那表单呢用的是 表单是用要干嘛的 搜集用户数据的 是不是用来搜集用户数据 对吧 要想搜集用户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的用户数据 要想提交到服务器上 那么它必须有什么属性吗 所有的字段 要想 提交到 服务器必须有那种属性 OK了吧 然后它接到哪里 需要有一个什么属性 提交的地址用什么 X 表单上面有个X 对不对 还有一个提交的方式记得 提交的方式是Messor的 Messor我们学过Gate和Pose Gate会把我们的信息 放到我们的地址上 接下来我们用的是提交方式的 用的是我们的Pose Pose是不是就放在了什么里边 请求体重 OK了吧 好了 这是我们表单里面的信息 简单回顾一下就可以了 一会我们要用户 来紧接着我们就开始花大部分时间 来说一下我们的Soverlight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是Soverlight Soverlight好干什么 对不对 那Soverlight呢 它叫做 它是一个动态的外部开发技术 外部开发技术 那它是什么东西呢 它呢 本质上 就是一个类 就是一个类 但是这个类呢 是运行在服务器端的一个类 服务器端的一个 加瓦小程序 好了 它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它是动态的外部开发技术 那它可以干嘛呀 它可以生成 在这里面可以处理业务逻辑 那什么叫业务逻辑呀 就是代码呗 你自己想干嘛 你就干嘛 OK吧 它可以处理业务逻辑 然后呢 生成 动态的外部资源 动态外部内容 返回过去 OK吧 这就是它的作用 那么这个呢 效果不明显 那接下来我们来通过一个例子看一下 来看着 跟我一起抽一下 那这里面呢 有一个东西 看着 local house 我点回车 这是不是他们开的呀 那他们开的呢 这里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案例 看着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example 来来点进去 点进去以后呢 这里面有个 zoar light example 对吧 来点进去抽一眼 看着上面的路径 以前我们房的时候 昨天房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1.1TML 你现在房的是1.1TML 2.1TML 不是 发现没有后织名吧 没有后织名 但是有没有信息啊 哎 这信息咋才寄出来的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东西 下面是不是有个hello world的呀 是不是入门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 后面有两个连接 一个呢叫做xq的什么意思啊 执行 一个叫做sauce 圆码 对吧 那来先执行一下 走 看这里 看看这下面的信息 是不是 不是访问的hello.xml 但是有没有信息啊 那他圆码是什么呢 哎 我们可以返回去 然后也可以看这个 一样的啊 接下来圆码 看一下他的圆码是啥呀 认识这个东西吗 是不是就是一个类 那这个类比较特殊 干嘛啦 继承了他 然后并且这里面有一个方法 是不是有一个方法 那这一个方法 都干的方法 对不对 然后并且我们会发现 哎 他上面写的这些信息 看啊 hello world的 对不对 那hello world在哪写的呢 看下面认识不认识 hcm 看这个绿色的部分 这啥呀 不就是hcm页面里面的信息吗 对不对 他通过什么写回去了 通过我们的 racebox写回去了 就可以了 OK了吧 哎 这里面就是一些业务逻辑啊 当然这些信息是写死的 那能不能动他的修改啊 你比方说 我们这些信息呢 去数据库里查一下 谁登录的就展示谁的名称 然后把它拼进了字符事 写回去 能行吗 那这是不是就中谈的内容 对吧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servant 就这么简单 好了 那紧接着 如果编写一个servant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编写一个servant的过程 编写一个servant的步骤很简单 来看着分成两步操作或者三步操作都可以 那第一步要干嘛 首先呢要编写一个类 编写一个类 然后第二步呢 要编写配置文件 第三步就是访问 就这三步 那接下来编写一个类有什么要求吗 你随便写一个类别人就能访问到了吗 哎 那肯定不行啊 哎 这里面有两步操作 第一步 哎 要继承 httb来 大写的 httb 做完来的 继承它 然后第二步 b 然后在这里面要重写方法 重写一个do get 或者是do pose的方法 需要重写这两个方法 ok了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编写配置文件 哎 配置文件在哪里啊 哎 就是我们的web info下有一个核心的配置文件 还记得吗 哎 就是它啊 web的插帽 那编写怎么编写啊 这里面也是分为两步操作 第一步叫做 我称之为 我称之为啊 不一定是别人 这个注册sorline的 你上面不是写了一个sorline的吗 你需要告诉我们的服务器 我是一个sorline的 你得告诉我们的服务器 啊 然后你觉得第二步呢 第二步我们会发现 看着我们访问的时候呢 上面写的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一个路径啊 来 这里面已经有缓存了啊 那接着我们来再次访问一下 可以在这边再点 你点的时候 发现是不是一个路径啊 那这个路径怎么就让一个类执行了呢 对不对 你就是说你得把这个路径和我们的类产生关系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我称之为叫做绑定路径 绑定路径就可以了 就这两步操作 那接下来访问的时候怎么访问啊 很简单 只需要在浏览器里面敲入这个HDV 然后后面跟上我们的主机名称 主机 然后后面加上我们的端口号 然后紧接着加上我们的项目名 然后紧接着后面加上什么呀 上面不是绑定了吗 就把这个绑定的路径写上去就可以了 来紧接的我给大家通过一个案例 入门案例 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来跟着我一起看一下 那首先呢 我得创建一个项目 今天的项目 你有一个 哎 以后用的什么项目来着啊 动态的外部项目 来搜索一下 other 然后在这边搜索一个外部 这个动态的外部项目 然后nice 然后这里面起一个名称 对09 然后紧接着选择我们的2.5版本 然后紧接着选择finish 好了 脱脱了 然后这个 来 remember 注意啊 有的人出现这个框以后呢 一点yes 他会发现自己的页面变了 他的页面呢 和我展示的不一样 是不是有这样的 那怎么办呢 来 找到window 然后在这边找到一个show build 然后在这边找到一个other 然后在这边输一个package 就可以了 package就是他展示的页面的情况 你选中这个package 看 package explorer看到了吧 是不是package通过包的浏览器形式打开对吧 包的形式浏览吧 就用这个就可以了啊 大家把这个呢 选中他 然后一点ok就有了 然后呢 一般的会出现在这里 你把它提上去 然后把你那个这个project的还是什么file的干掉就可以了 ok了吧 他就和我的一样了啊 这个呢是他啊 第一个形式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在这里面写我们的serverlet 来看着第一步要编写一个类 那么来 new一个class 对吧 来new一个class 那这个class呢我们给他整个包名 com点 it 配码 然后点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serverlet里面的东西啊 那接下来我就直接整一个a-hello 入门 ok了吧 来 接着整一个hello serverlet 名字自己起 ok了吧 我喜欢起这样的名字 然后紧接着我们点击finish 注意不要 梦方法就不用了啊 然后点击finish 然后紧接着 让他干嘛来着 继承 ease tense 我们的http serverlet http yeah 东西呢 哎 这东西太奇怪了 来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为什么啊 我也整合了啊 看少什么东西啊 http http serverlet 在哪儿去了 ease tense http 还没出来啊 哎 这个东西太习惯了吗 来 我把它整理一下啊 build path 在这边config build path 没有的话 我就整理一下 来 添加一个library add library 然后在这边找到我们的server run type apart 我选中一下 phanis 哎 应该可以了 哎 这次 这个还用这样吗 来 ease tense 然后这里面写上http 有了吗 哎 有了 ok了 哎 这个 新建一个公众科技 他还不识别这个呢 来 刚才呢 重复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再去建一个项目 ok了吧 看再去建一个项目啊 来 外部项目 动态的 点击nice 然后这里面选择 我们在server的2.5 然后紧接着 我们选择 名字 z0901 来 点击finish 我们我看一下啊 来 在这边我也新建一个server的 哎 哎 等会 你有一个class 不等新建server的啊 来 在这里面 komo 嗨 添加一下 来 叫做http 哎 果然没有啊 哎 这里面通过这种方式没有 等会啊 好久没这么玩过了 来 看一下这个 先不要着急 一会我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啊 哎 我先看一下 能行不能行 来 这个里面提个 hi finish 啊 果然 果然 难道每一个都还得找一个包是吧 来 把它删除掉 不要了 来 紧接着我给大家再说一下刚才我们做的事情 刚才呢 他是没有把我们的tomocad的那个运行的架包拿过来 因为昨天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了tomocad里面有两个架包很重要 一个叫做servalad-api 记得吧 一个叫做tsv-api 这两个架包 你用的时候呢你必须把它们整合进来 那怎么整合呀 大家会发现我这里面一旦我把这个架包整进去了这里面是不是就 阿帕奇他们开的所有架包是不是都进来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的htt-servalad它是属于在我们的servalad里面的 那如果你不把它整合进来它是没有的 那接下来再演示一下怎么整合啊 来 右键 然后在这边选择 选择我们的build pass 或者选择proporties都可以啊 来 然后在下面呢有个config build pass 来选择这个 然后在这边找到一个叫做library的东西 ok了吧 然后有library以后呢 紧急着你在这边要干嘛 要加一个library 先选择add library 然后选择add library 然后在这边把我们的servalad runtime 也就是我们的服务器的运行环境把它放进去 然后紧急着点击nest 然后选择你上面配置好的服务器 然后点finish就可以了 ok了吧 来把这个的步骤注意一下啊 来 一会呢 我们估计还得这么做啊 我以前没有这个问题啊 来 估计是哪块配置 我们忘了啊 一会呢 我找一找 来 先看这个继续做啊 现在的话 是不是就我们已经寄上了这个servalad了 对不对 然后今天要干嘛呀 第二步要干嘛 重写什么方法 do get的方法 对不对 来 do get的写一个 然后呢 后面回车就可以了 这是do get的 然后你还可以重写一下do post的方法 那现在呢 我们目前用到的是gat方法 我就直接用这个gat方法 可以吧 来 紧急着看着啊 那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里面的逻辑删除掉 我不要这个逻辑 然后紧急着 哎 在这里面写的东西 比方说 我就写一个 this term.out.present syso 我就打印出一句话 我说 请求你收到 请求 请求已收到 可以吗 哎 好了 就打印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这第一步操作就完成了 也就是我们编写了一个 已经编写了一个 syso 对吧 然后第二步我们干干嘛了 编写配置文件吧 那配置文件是我们的外边 外边的插帽 是不是这个 来 打开一下 那这里面编写的时候 怎么编写呢 来 这里面有些东西呢 没用 我把它干掉 我把这个干掉了啊 你可以留着 也可以不留着 别干多了啊 this play name 和外科目 外有历史 你可以不删 然后紧急了 我们来写点东西 我把它格式化一下 来写个东西 那这里面需要干嘛呢 我加一个注释 OK吧 往在这里面 我要 编写配置文件 那这里面需要两步 第一步 叫做注册svd 注册svd 那注册svd 里面呢 需要有两个东西 注意一下啊 那注册svd 在这里面呢 注意 使用的是里面的一个标签 叫做svd 标签 这个标签好像好熟悉的样子 然后紧急了 注意一下 这里面svd 下面呢 有两个字标签 一个叫做svd 刚 内姆标签 这个标签呢 是给 当前的svd 起一个名字 起一个名字 还有一个呢 叫做svd s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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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整个页面上唯一 OK了吧 全局唯一 整个项目上唯一一下 那全线的名呢 这个怎么办 复制过来 不要收写 OK吧 就是第一步操作 那么接下来 给大家一起写一下 然后接下来 写什么标签来着 什么标签 是不是搜到标签 就是它 那搜到标签 在下面有什么 我们可以点一下 F2 上面是不是有一件提示 对吧 如果提示不出来 你可以怎么样 奥特杠是不是就出来了 当然我已经告诉大家 这里面有我们的 Sovart的内部 对吧 那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Sovart的class 好了 有这两个辈子就够了 那接下来 第一个你给它起个名字 这个名字随便提 这样唯一就行了 那么我就起个名字 和这个名字保持一致 可以吧 那接下来看着 注意我要把它的 全线的名复制过去 全线的名怎么复制过去 在这上面 在那上面 右键 然后选择 Copy Querify的内部 这个是咱的全线的名 来拿过来 找到我们的Sovart的class 然后把它换上去 右键 Pass 看到了吧 是点啊 前面的名是点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名字 我给它粘过去 就叫做这个名字 好了 第一步完成了 然后紧接我们来看第二步 第二步的操作应该干嘛了 在干嘛了 绑定路径吧 刚才师傅说了绑定路径 来绑定路径啊 绑定路径 来绑定路径的时候呢 使用的一个标签叫做 Sovart的Mapping标签 来紧接着 这个Sovart的Mapping下面 有两个字标签 那这两个字标签 一个叫做Sovart name 哎这个 那它是干嘛的 使用 以提号的名字 上面 以提号的名字 来建议 复制过来 什么意思啊 就是上面这个 HelloSovart OK了吧 来使用这个名字 然后呢下面呢 哎还有一个叫做 UrPattern的东西 Pattern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访问的路径 访问路径 那这个路径呢 也是自己提 但是呢 这里面有个要求 目前啊 必须以 来我写个 目前 必须以 这个开始 然后并且 唯一就可以了 路径唯一就可以了 那简直 我们就来写一下 那来 用的是我们的Sovart的Mapping 来写Sovart的Mapping的时候呢 我们要选一想 哎 这个里面有一个Sovart的Mapping了 对吧 那还有一个Sovart的Mapping 那么他们之间有没有顺序啊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 怎么看 是不是放上 Live-App N一下什么 F2 来看一下 Sovart和Sovart的Mapping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顺序 哎 找到 哎 突然发现这中间用什么 或 那是不是就没顺序 哎 这个里面没顺序 但是不代表所有的上面没顺序 OK了 哎 这个呢 是我们在他们看的7.0里面 7.0 7的X版本里面没有 但是6.0里面就有顺序的啊 来 接下来我就在这边写上我们的Sovart的Mapping 好了 把它放上去 然后接下来这里面有两个标签 我直接写上去了啊 Sovart的Name 看来还有一个叫做 YourPatter 哎 放上去 然后接下来这个名称 才用复制过来 7号的名字 放这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路径 你可以写杠 必须杠开始 OK了吧 然后你可以在后面写个杠 你随便写 你可以写个杠A 杠B杠C都可以 我用的是杠Flow 当然你也可以再往后面写 都是可以的 OK了吧 我现在就写个杠Flow 好了 这两步我都完成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放文一下 对不对 来我把它部署一下 看着右键部署 你可以在这里面run earth 看到了吧 你也可以在这里面直接再添加一个 也是可以的 好了 我先把D08没用 我把它移除掉 Rainable移除掉 不要了 接着我把D09 附上去 Add and remove 走你 把D09 双击过去 好了 Finish一下 接下来启动服务器 走 然后紧接着 我在路径上面 应该怎么写呀 是不是 Localhost的 然后呢 杠 杠 杠 09 你绑定的路径是什么呀 Hello 你就写 Hello OK了 然后紧接着点回车 回车 看到什么了 地点是不是打印了一个请求女士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入门案例 这个就是我们的入门案例 跟我一起回想一下入门案例几步操作啊 三步操作第一步要干嘛 编写一个类干嘛 继承 HDDB 编写 重写里面的 Do get 或者是Do post的方法 我这里面重写的是Do get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发送的请求默认的都是Gate的请求 除非你表层里面声明你的请求方式是Post 还是Do post OK了 那这样注意一下 然后请求第二步要干嘛 编写配置文件 编写配置文件里面几步操作啊 两步 一个是注册SWRT用的是SWRT标签 一个是绑定路径用的是SWRT标签 这两个东西我们昨天做过吗 做过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入门案例 那现在我想问一下 问一句 这个类是不是执行了 我们创建了吗 我们创建了吗 创建这个对象了吗 没有 但是这个方法调用了吗 谁帮我们创建的 谁帮我们执行的 大家知道吗 服务器帮我们做的 服务器帮我们做的 他如何做的呀 他如何去把这个类创建出来 并且调用这个方法呢 昨天学没学过反射呀 你是不是把路径写上去了 有路径了 然后他就可以干嘛了 创建一个对象 然后创建完对象 他就可以调用里面的一个方法了 OK了吧 这个已经服务器帮我们做了 昨天讲那么多 让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因为 今天如果你把昨天东西搞明白 今天学起来就非常轻松了 你只需要在这边写配准文件 他就可以执行了 OK了吧 好了 就这个 来